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 國軍將在7月4號舉辦國防戰力展示 F-16跟IDF還會變裝成彩繪戰機 F-16和IDF戰機先後起飛 引擎聲紅隆隆好震撼 兩架戰機一左一右 距離地面500尺低空衝場 不過仔細一看戰機的塗裝不太一樣 前端變成了鯊魚頭 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 空軍特地將F-16和IDF戰機 更改成當年P-40戰機的塗裝 除了最明顯的鯊魚頭 機尾的藍白條紋 則是象徵青天白日的12道光芒 從設計到完成前後不超過一個月 就飛虎隊的LOGO來講的話 他當時是唯有華德迪士尼先生 他來做這個設計的一個意象 那無非就是希望能恫嚇敵人 然後來戰勝敵人 採繪日本國旗其實在當時候 我們中華民國軍空軍是沒有這個做法 那我們其實是想要一併來紀念說 徐華江將軍他的一個封攻 他的一個勳機 不過原本IDF戰機 還要掛載我國自行研發的萬箭彈亮相 卻因為任務需求臨時取消 其實這個武器在目前在這 在這一方面的話 其實我們還存有機敏性 所以在這邊不必跟各位媒體朋友 在派詳細的說明 雖然無法多說 不過萬箭彈在7月4號國防戰力展示 還是看得到 掛載新武器還將紀念圖騰彩繪在主力戰機上 除了展現壯勝軍榮 也要向昔日的空戰英雄致敬 郁電TV 許宇威 枝剛 新竹報導